基本上我们前面有讲过一定是一个互动式 所以会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那我们一样插入一个方选 特别说插入程序里面呢 一样也是到上方做插入程序嘛 然后一定要选方选 名称也许叫什么呢 叫成绩函数之类的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到里面呢 再加一个光顾后面 一定是要自己加一个平均程序 这样子的话使用者才会跳出一个画面 会给我们一个成绩 那底下呢就是如果这个平均程序大于60分的话 那我就把合格丢给什么 丢给谁呢 丢给这个成绩函数本身 丢给他 那将来呢 游标放在那边 就会自动有合格两个字了 OK这个前面应该都有做过 所以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成绩多重函数的话呢 到底也差不多 所以这边的话顶多是跟刚刚一样 是把那个什么呢 一幅底下多增加一个L-SIF L-SIF两个 那B跟C最后输出结果 就会是我们要的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方悬部分 所以请各位试做看看 那 刚刚可能大部分同学比较会有问题的 应该是出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 向下追踪这个地方 OK 这个我想 可能第一个啦 你们在追踪的时候呢 建议是先把什么 把第八列跟第九列 我刚刚是把它删掉 所以刚刚如果你没删掉的话 好像就会出错了 我同学说 老师那可是我如果不想删掉怎么办 你可能 要不就是你按右键 插入一个空白 空白列 因为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没有插入一个空白列的话 它无法做一个区隔 那个范围跟下面的范围 如果你把它连在一起 那等同于 它是一个完整的资料 可是底下是吗 不是啊 跟它没关系 所以如果是没有关系的资料 那你又想保留的话 其实比较建议什么 中间干脆空一列算了 不然的话 它会干扰什么 干扰我们向下追踪 刚刚不是 A2 Ctrl向下 就到7 如果你有其他资料 就第八第九第十 自动会追踪 那还有同学问说 为什么一定是A2 用B2 C2 D2 其实在这里也可以 任何一栏都可以 不过呢 我的习惯会放在A栏 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其他栏 假设有一个资料空的 比如说用B2好了 Ctrl向下 假设刚好有一个成绩没有 那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停在 没有资料的上一列 那就会有侦测错误的可能性 大部分一定要什么 如果你要以A2当追踪的基准的话 那A栏 你要确定一件事 就是这里面呢 不能有个空白的资料 如果有空白资料的话 一样嘛 你像向下追踪 Ctrl向下 它就会卡在第四列了 所以这个原理原则大概是这样子 那请特别注意一下 那先把那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 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 成绩函数 跟成绩多重函数 先试做看看 那做出来大概就是 E先开发人员里面 先插入一个那个 一个方选 那这个方选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 其实结构跟刚刚差不多 差别只是什么 引述 把引述拿过来 刚刚那个你也可以跟那个Sub比较一下 刚刚的那个if后面呢 我们是到E栏里面 自己去抓资料 来 比较 但是这里是使用者给我们的 两者最大差别是这样 那最后返环我们是丢到H栏 可是呢 这边是丢给谁呢 丢给成绩函数 其他好像都一样 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方选这两个 先试着完成看看 那这个部分方选做完之后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有关框线函数的应用 框线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我想 可能也比较重要 因为将来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在 输出资料的时候 比如列印报表之前 你要 先画一个表格好了 那画表格里面有哪一些重点 所以我们大概就先区分 分成 总共有也是五个按钮 加十线 加十线的红色 再出线条 然后清除 最后会有一个是 变化 如果我今天 要做出 其中的两条线 化成 双线 其他 不化成双线 那该怎么做 这里我想 请各位 先试着 把方选部分呢 先做完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简报里面的第 六十二页 里面的框线物件的使用 这个框线物件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 房间的书籍也介绍的不多 而且即便有介绍 写的也是非常的冗长 一大堆 那我是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工作上需要用到的 然后呢 VBA程式能够执行的 大概 跟各位做 补充说明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方选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框线物件的使用 可能要的效果 第一个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 学生成绩的范围 假设 不包含 VBA好了 假设是 那个 A到G栏的资料 那我希望呢在列印之前 先做一个框线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 按一个 假设要加框线 你会按一下 这边整个框线就出现了 那可是框线不好看 我希望呢框线可以变红色的 加个红色 OK 第三个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框线列印出去太细了 我希望这个框线加粗一点点 加粗底 出现 OK 然后呢 最后呢如果我今天不要了 我要把框线清除掉的话 怎么清掉 然后最后的话还有个变化题 就是我希望呢 加 列印 之前 不是只有加 线条 我希望有两条线 就是 蓝 蓝位名称的下面那条线 跟 姓名的那条线 下面的右边 下面的右边 变成什么呢 这应该看得出来吧 我把这个因为这个按钮在旁边 就是这两条线 变成什么呢 这条跟这一条 是双线的话 怎么做 其实都一键按下去了 基本上 这个都非常简单 层次顶多就两三行就搞定了 那你只需要学会两个物件 对 第1个物件 就是Range Range应该我们用过了 范围嘛 对 第1个你需要 告诉他范围 第2个呢 使用什么 Bolders 刚刚有用过吗 不过刚刚是 在Sales里面 使用Bolders的话 是指的是那个框框 储存格 他有上下左右 有没有 会有那个 4条线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用Range的话 一样嘛 反正就这个 但是可能他不止有4条线 他有些有中间 还有斜边 反正很多条线 那我要怎么去完成 刚刚这几个动作 那么分别来看一下 第1个的话呢 加框线实线 其实 城市就一行 第1行 你第1个来 一样插入一个什么Sup 这个Sup名称呢 也许叫什么 加框线实线 第2个在里面 写一个叫Range 哪一个范围呢 A1到G7好了 当然这个7的数字我讲过 可以自动追踪 点什么呢 点Bolders Bolders里面的话 你可以 再点Lifestyle Lifestyle等于连续线 所以基本上我写出来的连续 这个地方的话 1 先插入 一样在模组里面做 2的话呢 插入一个Sup名称叫 加框线实线 字会不会太小 后面看 看得到吧 我把 我再把它放大一下工具选项 把撰写风格再 再放大到 14好了 太大 可能 这样应该 OK一点吧 好 就这一行而已啦 其实就是1你就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先告诉他说我要在 Range的A1到G7上面怎么样呢 建立一个框线 那所以我就在Range里面呢 把Bolders叫出来 第2的话呢我要是一个 黑色的线的话 而且是连续线 那我就找到他有个叫Lifestyle 有没有 不然他会自动跳 Sales不会自动跳自己打 好 再来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有个连续线 的参数 可是你会想说 他线条有很多种吗 有那个磁线 有虚线 有双线 一堆线 有没有 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常用里面这边不是有个什么 有个这个 这个线 这边有一个 线其实线条样式有这么多 这么多种 可是在VBA里面怎么去 把这个名称给叫出来 这里面有没有提示 没有提示 那如果说呢 你在VBA里面 你想要把这些 线条给叫出来的话 其实也不用背 交个个一招 如果有些后面那个名称你叫不出来 记得呢 你就按一下一个 按键 叫什么 F1 F1其实就help OK 记得游标是提债Lifestyle 这也是种小诀窍 因为很多东西我本来不会 但是我也不会去特别背它 那怎么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里面都有有点像类似字典的功能 你只要按F1 它会自动跳出来告诉你怎么使用 有点像使用说明书啦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跳出 Bolders 这个Lifestyle的属性 那里面该怎么放 底下有一些简单的说明范例 不过呢最重要是这边有个超连结 叫 XL Lifestyle 这个超连结你把它点击进来 它就会告诉你说呢 有没有刚刚好像很多种线 有没有 连续线 虚线 什么呢 交替的虚线 什么点等等 不然一堆啦 其实 不过我最常用的 要不就连续线 要不就双线 要不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几个 比较重要 像虚线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连续线的话 请你把什么呢 把这个 第1个 XL continue 把它复制起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要的这个Lifestyle后面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参数啦 当然第1次你不知道第2次反正就直接 直接点 如果你还是背不起来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什么 游标放在这个上面 按F1就可以了 那把它写完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连续线 就 大功告成了 OK 当然 接下来还有什么 加什么 框线清除 清楚还记得吧 其实 刚刚有用过嘛 有没有 其实就Lifestyle等于什么 XL none就好了 所以 清除框线呢 其实我只是把刚刚的 那一个sub 加了什么 Lifestyle 后面加什么 XL none就可以了 OK 所以第1个 是Lifestyle等于 XL continue 那再来的话 把它清掉的话 就是XL none 把那个框线给清掉 第3个呢 我们如果要加上 除了实现之外 我希望变成红色的话 怎么做 其实也一样 刚刚不是用到什么 那个 Bolders 点Color 等于RGB 红 255 0.0 0.0 红色就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第2个按钮呢 就 只要 一行就可以了 什么 Bolders 点Color 就好了 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实现 就是Lifestyle 如果是要红色的 那就是Color 第3个的话就是 如果你又要什么呢 又要红色的 就是把上面这个红色的 加上来 但是呢 要多一个出底 出现 OK 就像这样 那怎么样加出 其实 就是再多 一行程式 底下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呢 其实这个我本来 也不知道 如果后来我点下去 我就找说 这里面其实 点下去指的就是 框线 物件里面 可以设定的所有功能 都在这个清单里面 其实就对应到我们那个 Excel里面那功能 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把它当成是一个物件 可以让你操作 那刚开始不知道哪一个 所以我来想说 到底哪一个才是 后来找找找 发现呢 他的那个出息 他是用位置 卫尺好像就是 怎么 对 可是他用这个是 也是应该相通的吧 还是说 因为他有些名称的命名方式 可能有时候 那我刚开始不知道 所以我就试一下 点两下 再来等于 理论上会跳一些参数给你 不过这没有 怎么办呢 一样嘛 我每次都用同一招 哪一招 对啊 F1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说真的 这些东西我都不是看 网路也不是看书 我就是 先 按下去 我先确认他有哪些功能 第2个我找找看 那我就发现了 这边也有个参考 按下去 他就告诉我什么 这边有没有 就会有告诉你说 如果你今天要是 豪线 最细的线 就是把这个名称呢 放到等号后面 那如果是 你是要中的 就这一个 那如果你是要最宽的 框线 那就把这个 有没有 Sync 这个 复制一下嘛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后面就OK了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 答案 都 不是 不是从书本来的 很多就是 我是利用那个 物件的使用的 原理原则 然后呢我用 这样的原理原则 配合F1 找到答案 我试一下 发现就是OK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是 红色的线 加粗线的话 那可以加这个 如果你要其他样式的话 反正你也可以试着改嘛 还记得F1就好了 一堆有四种 样式的线条 一样可以把它清空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呢 我要做这个效果 我刚刚讲过 这一条线 跟 这一条线 右边这条线 那这要怎么做 其实我顶多是多增加了两行程式 这两行程式的话 第一行是 先选取A2到G2 的 上面那条线 我讲过 因为Bolders 它不是只有一条线 如果说你只要针对 如果你是Bolders 后面没有加瓜糊的话 指的就是 所有框线 就跟Sales 一样嘛 所以刚刚不是Sales 忘了加瓜糊 奇怪 全部 输出 输出的话 全部变成红色 或者全部变成 黄色的底 那这个Bolders 概念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今天只是要针对的是 A2到G2的上面一条线的话 特别之后我这边加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个概念如果可以理解 你不用背了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增加一行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A2到G G2的范围 有没有 那本来是Bolders 点什么呢 可是我要上面条线 所以记得 不是点是 钱瓜糊 钱瓜糊之后的话呢 其实他也蛮贴心的 他还会问你说 请问 你是要哪一条线啊 有没有这么多条线 包含什么呢 有上中 上下左右一定有 然后好像还有斜边的线吧 还有垂直线等等的 那我只希望呢 是 A2到G2的上面那条线 所以你就选什么呢 选XL Edge Top 这个范围的上面那条线 然后帮我做什么呢 刮弧 点 帮我把他的 线条 改成双线 双线 双线怎么设定呢 LIFESTYLE 等于 双线不会 F1 F1之后的话 你可以找到 在LIFESTYLE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是双线 双线在这边的话是什么呢 XL Double 所以你把XL Double 复制 贴到这个LIFESTYLE的后面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一样的方法 A1到A7 的 右边 所以你可以 把BOLDERS 这个时候面 再加一个 钱瓜糊 找到右边 有没有 XL Edge 这一条线 然后怎么样呢 点 一样LIFESTYLE 等于什么呢 上面有 那个 XL Double 所以你可以 把这个 XL Double 复制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 这个双线的部分 做完了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 清除框线 再加上那个 我要的这个部分 当然剩下你就可以把它列印出去了 所以框线物件的使用 大致上会有这些 基本功能 其他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 试做看看 请各位 把那个我们的 刚刚讲的这五个按钮 试着个别的做出来 其实程式 没有很多啦 你会发现 实线一行 红色一行 然后加出线的话呢 多一行 就是一个位置的 属性 然后呢 清除框线是XL Double 那最后那个 实线的红色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 再多个两行吧 一行是 设定那个 A2到G2的 上面一条线 跟 A1到A7的 右边那条线 然后把它稍微设定一下 其实 就可以 设定出你要的框线 框线的范围 那个7的 那个 列号 其实也可以用追踪的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输出的 下面的列会增加的话 一样嘛 你可以把那个 7的那个数字 可以再把它 变动成 向下追踪 因为这边的话 我只是demo啦 所以我没有特别去改 7这个数字 请各位试一下 7 我没有设定的 我设定的 这里面是 之前说 也有设定的 现在我们要求 设定的 现在我们有设定的 要设定的 这次 是 我们要设定的